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年行动 心愿的传递 梦想的到达 小萨探会十周年特别节目 时光十年 小萨探会 我期待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小萨探会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小萨探会十周年的生日 十年前 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了小萨探会的征程 这十年当中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前面 我还记得从2006年的小萨探会开始 我们就收集人们的心愿卡 人们把自己的心愿和梦想写在这些卡片上 托我们带给会上的代表 委员 以及相关的职能部门 这十年当中 我手里的心愿卡越集越多 最终它汇集成了这十年小萨探会最鲜活的日记 而在这十年当中 也有很多人通过一张张的心愿卡 他们的生活真的得到了帮助和改变 今年的心愿卡当中有两张 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他们写得非常朴素 有一张写着 有吃有喝 好政策 不要变 另外一张写着 干活赚钱 老板不欠钱 这两张心愿卡 来自于河南南洋的十九位农民工 这些农民工当中年龄最大的七十岁了 年龄最小的才十九岁 在今年两会期间 我们的记者也前往河南去探望了他们 记者在河南省方城县 找到了六十四岁的刘东奎 他已经在建筑工地上搬了十年砖 被有些微妥 这么大年纪了还出去打工吗 那也不行了 在花里 两岁都是我们的花大 记者来到老刘家的时候 他的老伴刚刚脑医血出院回家 老伴说他身体不好 看病吃药的花销 已经让这个家庭入不敷出了 2012年老刘在老板张震的工地上干了一年 被张震拖欠的薪水高达一万零七百元 按照老刘每天一百元的工资计算 这是他一百零七天的血汗钱 老刘觉得这一万多块钱他必须讨回来 最初和老刘一起讨薪的是同村一个名叫徐仙春的老人 徐仙春也有六十多岁了 他在张震的工地上起早贪黑干了一个多月 却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老刘说从2012年年底开始 他和老刘没少往张震家跑 也就是在讨薪的过程中 他俩发现被张震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不止他们两个 而是19个 恨肯定挺恨的 在他那里也是干了大半年 都没拿到什么钱 农民就是血汗钱 没有什么技术啊什么 都是靠离去赚钱 19个农民工打算着一起去找张震讨个说法 却发现张震小时不见了 绝望肯定很绝望 想这钱都要不回来的 找不到他人家没办法 张震跑了 工钱彻底打了水漂 可生活还要继续 后来19个农民工就四散继续外出打工了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 镇平县劳动局已经把他们的案子移交到了镇平县公安局 历安后警方对张震进行了网上追逃 2014年10月1日张震在河南省舍弃县被警方抓获 人是抓住了 可19个农民工的血汗钱还是没有拿到 2015年的春天已经是19个农民工讨薪的第三个年头了 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对拿回工钱已经不抱希望了 可就在2月5日他们得到通知 张震的案子要在镇平县人民法院开庭了 那么公司人想说的是 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你为什么不支付工资 在宣查起诉阶段 你为什么不支付你的工资 在今天一审的停选阶段 时间跨度非常大 两年七个月的时间 你这不是恶意献金是什么 我们给钱的程序都是 老板给我钱 我给下这农民工 我是中间人 他不给我 我都无法给工人工资 厅上张震极力辩解 厅下19个农民工面色沉重 同样的辩解 他们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次 但法庭通过调查发现 张震的辩解是不成立的 根据庭审查明的实施 他与商有的开发商的 工程价格是106万元 通过他们双方的结算 开发商的 实际上已经多出来了 将近多支付了17万元 所以说他是有能力来支付的 工业工资的 通过近两个小时的庭审 证据面前 老赖张震最终认罪了 我还想对不起农民工 给弄我来的地方 给弄我来 我对不起他们 没高兴长者 反给务支付 劳动保留队 盘处有机徒兴一年 欢庆不乐年 并出发起人民币 目前 回家过一个快乐 祥和的春节 并且希望我们农民工兄弟 带我问候你们的父亲母亲 祝他们身体健康 带我问候你们老婆孩子 问候你们的孩子 叫你们好好学习 和孩子他妈 一家幸福快乐 很多农民工 实际上 他的劳动报酬 就是他的活命钱 他靠他那一年的薪水 回去给他母亲看病的 或者给他孩子上学交学费的 你想想 这样一个大男人 到过春节的时候 回家两手空空的 他有什么脸面的 回到自己的村子里 回到自己的家里 面见他自己的父母和老婆孩子 近年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编写了漫画口袋书 农民工维权宝典向农民工免费发放 此外还拍摄了以农民工讨薪为主题的微电影《山道弯弯》在火车站汽车站等公共场所进行播放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 教农民工如何维权 为了帮助农民工顺利讨回备拖欠的薪水 河南省法院系统开设24小时热线电话 开辟农民工诉讼绿色通道 并通过司法审判严惩恶意欠薪的老赖 形成了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 我们法院判决了叫他支付农民工公司 他拘捕之行 采取判决的办法 让他们在媒体上公布他们的失信黑名单 限制他们的处境 限制他们乘坐飞机和高铁 限制他们在五星级宾馆的高档宾馆饭店消费 采取这样一些措施 逼使他们及时的支付农民工的工资 有一些小的企业主 他不太在乎公布他企业的名单 我们就采取动刑的办法 一发成处 判他们的刑 我们大概这两年 我们光对那些拒不支付 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这样的罪名 判决了四十起案件 有四十一个企业主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从2010年以来 河南省法院系统连续开展了六次农民工考薪案件的集中办理 为七万多名农民工 捉一回的血汗钱 高达十七点三四亿元 要让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有尊严的劳动 有体面的生活 不要再去跳楼上打吊车或者是堵路 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 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是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法治2015 我期待让司法公正铭刻在公民的心中 在小萨探会的这些年里 我们一直在关注进城务工群体 这个人群是中国当代城镇化进城的当事人和推动力量 我们关注过他们的喜怒哀乐 关注过他们的留守家庭 关注过他们的家人 爱人和孩子 他们对生活的感受 汇集成了中国今天城镇化进城的底色 我还记得在2011年小萨探会当中 我去河南探访了一个留守妇女 她的名字叫朱东梅 她的故事感染了很多人 你好 朱东梅在吗 朱东梅吗 你好 朱东梅家 一共有12亩地 分散在三个不同的地段 对于从来没干过农活的小萨来说 刚刚走了这一拢地的四分之一 腿就开始发颤了 可是 这些年 朱东梅的丈夫一直在外打工 这些重体力活 朱东梅 他也只能是和他年迈的公公一起来干 这确实能体会到一个女人在这个田里面干着这些体力活 承受的这种艰辛和压力 确实很累 交完了地 已经到了晌午 回到家 朱东梅又开始忙着给女儿做饭 儿子出生那个年他出去的吧 儿子出生那个年 嗯 那等于孩子小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陪着孩子 没有没有 长大 就是有一次吧 就比如他 有一次他回来 我奶奶抱着他 他就把他给忘了 就说 奶奶你抱着谁家的孩子 我奶奶说 你怎么那么傻啊 他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他现在说一件事 他说我跟我爸有仇 我说为什么要仇啊 他想让他爸给忘了 朱东梅喜欢写东西 有写日记的习惯 十四年里他写了二十六本日记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看着空荡荡的家 我心里荒芜的厉害 一天比一天害怕孤独 一天比一天无法忍受寂寞 心里莫名的烦 想摔东西 可是 连吵架都找不到人 就是 十四年 他在外面打工 有的时候就一年 甚至一年多回来一次 就你们双方相互之间 会担心这种长期的分离 会影响感情 有时候也担心 有时候他在外面打工 一年多回不来 而且那个时候就没有手机 没有什么的时候了 完全靠信 你想一封信寄过去 到他回信 也得一个多礼拜 是更多的时候 就是担心他 担心他的安危吧 就是有时候老听别人说 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故了 就是有时候心里就特别 着急 特别担心 有一次吧 就是他打电话告诉我 春节的时候不回来了 他电话打过来 我就忍不住 我就哭了 我说别人都回来过年了 你为什么不回来 我自己真的好哭 他就回来了 我老婆去厉害怕 我老婆去县城车站接我 我第一眼看到他 当时我都快哭了 因为看到他特别黑 然后特别憔悴 就比别的同年龄的女人 特别的苍老 我当时我在街上 一把抱住他 我当时太伤心了 我觉得我一定要在家乡附近 找一个工作 不能让他再这么辛苦了 今年的探会期间 我的同事又再一次前往河南 去探望了朱东梅 几年之后 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了呢 哪个是在这家房子 新家的这个房子 真是挺气派的 当年比差年很大 就四间房子 四年前小萨来到这里的时候 朱东梅家还是破旧的平房 如今老院子里翻盖起了二层小楼 朱东梅说 其实这只是他们家的变化之一 这些年变化最大的还是他和丈夫 记者来到朱东梅家的时候 朱东梅的丈夫夏令东正在教女儿画画 这样的场景放在四年前 是朱东梅想都不敢想的 从2012年开始 夏令东把工作换到了离家不远的县城 后来家里买了辆车 现在他每周都可以回家三四次 这间屋子里所有的字画都出自夏令东之手 夏令东告诉记者 其实他最喜欢画的还是冬日里的梅花 夏令东说 在他心里 妻子朱东梅像梅花一样漂亮顽强 他在外打工的那些年 多亏了妻子的付出 其实现在称您为留守妇女 你都不是留守妇女 现在的这种感觉才像一个家 对对才像一个正常的家 这是天安门造的照片 这是我儿子的 真帅 这是我们在火车站造的 做高铁器的 对 还有这个我们连口子的 天安门造的 天安门造的 天安是第一次去北京 对第一次去北京 朱东梅说 这两年村里的农田 开始大规模机械化作业 这把他从繁重的农活里 解放了出来 有了空闲 他去了村里的面粉厂打工 通过培训 现在他已经是厂里的会计了 比以前强多了 因为那个时候 村里面确实没什么企业 你现在吧 就是有村办企业 还有好多超市吧 在现在从外地回来 他上我们县打工的也特别多 朱东梅说 他们家的这些变化 是得益于好的政策 近几年 河南省虽县通过招商引资 吸引了很多企业落户 每年都有几万名外出打工的村民 回到家乡 在家门口就业 2013年 朱东梅被推选为河南省人大代表 在省人大会议上 他提出的建议 也是关于农村留守妇女的 朱东梅说 他希望未来 能有更多的农村妇女 不再留守 小萨炭灰 半年十年 云南宣威的范廷选 一直是我特别惦记的一个人 老范曾经在一次旷难当中 落下了残疾 所幸的是 他后来得到了当地政府和法院的帮助 我还记得那是2009年两会前 他托我捎了一封信 到会上 在云南团筑地 小萨找到了全国人大代表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 就在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 宣威人民法院给我们送来了5000元的困难补助 解决了燃眉之急 用他的话来讲 让他们全家人看到了一线生机 给许前飞院长写信的这个人 叫范廷选 今年48岁 是宣威市闻新乡半山村的村民 2001年5月份 他在一家小梅窑工作时 因为瓦斯爆炸 造成了伤残 丧失了劳动能力 事故责任人范廷锦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赔偿范廷选 医疗伤残补助费 共计45000多元 但事故责任人范廷锦 在支付了16000多元的医药费以后 家中就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了 伤残的范廷选 尚有80岁老母要赡养 下有四个孩子要抚养 而且妻子也重病在身 2008年 范廷选的二女儿又不幸去世 留下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小儿子考上了城里的高中 也没钱读书 范廷选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当时就一块长生亲生的年头来 就长生到这种地步 就在范廷选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有一双无形的援助之手 向他伸了过来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许前飞 在宣威调研之后提出 以宣威市法院为试点 建立执行救助机制 凡是像范廷选这样的涉速特困人群 都可以向管委会提出申请 由民政局发放救助金 符合条件的还可以纳入低保一保 这些年来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范廷选 不知道他的生活现在怎么样了 今年两会之前我们联系上了老范 老范用政府救助的款项买了猪苗 这些年靠养猪过上了温饱的日子 他的儿子即将大学毕业了 现在正在招通应聘工作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欣慰 而就在今年两会前 又有人托我们给许前飞院长捎一封信 而现在许前飞院长 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 这次我们的记者在当地采访的时候 有一个渔民 听说我们在两会上能见到您 还专门托我们给您带了一封信 这个渔民就是长江泰星段的 他姓张 然后这封信里面说 他们家赤袋打鱼 可是到了他这一辈呢 江里的鱼都变味了 江边的土壤受到了化工污染 非常严重 以前我们投告无门 这次听说江苏法院开庭审理 判了偷牌的企业老板1.6个亿 我们拍手称快 大快原刑 渔民老张信中提到的那场庭审 发生在2014年12月4日 首个国家宪法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受理环境污染责任 中央一案 现在开庭 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 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案件在一审中 江苏省泰州市六家化工企业 因污染环境 被判法1.6亿元进行环境修复 其中四家企业进行了上诉 这是迄今为止 全国环境公益诉讼中 赔偿额最高的案件 被媒体称为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 坐在上诉席位上的是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李建明率领的律师团 坐在被上诉人席位上的是江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邵建东等7人 请审判人员入庭 许前飞今年59岁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二级大法官 这起案件由他担任审判长 这个案子是直接由您作为大法官开庭主审 那么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案子可能也是影响大一些 就像那个医院院长上手术台 都是做一些大的手术一样 我们也要求法院的院长 尽可能办一些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 所以也就这样 这个案子就排到由我来做审判长了 这起1.6亿元天价赔偿的环境污染案件 要从两年多以前说起 从2012年年初开始 太兴市环保局时常接到举报 说如太运河部分河段发出刺鼻的酸味 怀疑河水受到污染 由于太兴市有众多化工企业 环保局怀疑有企业偷牌 但多次巡查却一直无所发现 直到2012年底 当地媒体才在暗访中发现了偷牌的证据 2012年12月19日 一辆车牌号为苏西15150正在偷牌的曹冠车被记者拍摄到了 当时司机从车辆尾部接了一根直径十几公分的白色塑料管往河里排放液体 随着液体不断排放 水面上翻起了阵阵油花 知情人告诉记者 附近一些化工厂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盐酸和硫酸等副产品 这些肺酸价格高时也能卖到几百元一吨 但到2012年 全国盐酸硫酸市场出现滞销 这些肺酸卖不出去了 积压在厂里会影响正常生产 而进行无害化处理 需要每吨700到1700元左右的成本 因此化工厂就以一元一吨的价格 但每吨补贴20到100元运费的方式 把肺酸交给一些化工贸易公司去自行处理 接手的公司又是如何自行处理这些肺酸的呢 偷牌曝光之后 太兴市政府召集了公安环保等部门 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2013年2月21日 敦点守候的调查组民警 在紧邻太兴的高港区永安州 搜寻到了涉案船只的踪影 干辅舟化268 并揭开了船上的秘密 这样一车肺酸只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全部排光 顺藤摸瓜 公安机关成功将14名犯罪嫌疑人一一抓获 从2012年1月到2013年2月 他们从江苏长龙等6家化工企业购进肺酸 除了卖出去的一部分 其余的都排进了如太运河和狗马干河 数量竟达25900多吨 而这两条河也是太兴式的饮用水和备用水原地 我就看到这个后鱼的水全部齐猛了 齐饱了 我闻到这个气味就是这个花岗热量的这个味道 你闻到有味儿是吧 对对对 谁打过鱼啊原来 我们都打过鱼 您打过鱼吗 打过鱼 我16岁上船打鱼了 16岁上船打鱼 您还记得原来打鱼那个江里的水怎么样 原来江里的水 我们落到打鱼的时候江里的水很好 很好 一滴的这个我们去水都去的浆水 潮下去 其实我们今天要中午煮饭了 水煮饭就是水到水里咬它们就走到自己去了 一不定点就水一不定 就是日后有自成的日后的时候 我们这个水啊 有点化工开会水了 这个水就打成了就用盆定 就是用盆水定定 江泡啊 江泡到江南的水都不同 像我们江泡这一面的水就有那个味道 那就是化工味道 这个江南洋中那个地方 就是没有 水就要好一些 它水也比较好一点 它为什么要好一些呢 它好它那边没有这个物营啊 没有工厂 没有工厂 我们今天这个物营化工的味道太大 就是这个鱼到我们这边来 一个鱼都要死的 三年我们巡视每年都吃了四到五次 三年一年 鱼都被搞死了 渔民们说 自从有人向江里偷排后 江里的鱼都变味了 每个人家人家不用 怎么自己弄弄弄 把头弄弄弄 要洗洗 那个味道太重了 在这个渔民家中 我们看到还有鱼网 他说 这网已经很久不用了 经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开具的评估技术报告 这14人处置的肺酸 被鉴定为危险废物 2013年8月 泰刑事检察院以污染环境罪 起诉追究戴卫国 姚雪元等14名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法院分别判决14人 两年到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对戴卫国等提起公诉的同时 泰州市检察院感到 仅仅追究违法清道肺酸的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根本无法弥补两万多吨肺酸 排入长江造成的污染 我们这个案件发生之后 我们就敏感地意识到 是可以做的 如何通过公益输送这种方式 对上游的企业予以责任追究 通过公益输送这种方式 为未来的环境修复 积累一些资金 随后 泰州市环保联合会和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联手提起了诉讼 经过专家评估 偷排产生的污染 至少需要花费1.6亿治理费用 才能修复 我们作为环保联合会 心里也有底气 就在于6家被告的污染事实是存在的 被污染的区域受到的损害也是存在的 2014年9月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宣判 涉案的6家企业 赔偿环境修复费用 1.6亿元 1.6亿的话是尊压的 根据宽保部的一关规定 这样的就是人都许一 支出的方法 按照他的这个势力无弊 来支出出来的 我们身体的过程当中 人民呢 这种支出方法是枯渲的 是因党支持的 被判赔偿的6家企业中 有4家企业不服 上诉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4年12月4日 这起案件的终审在江苏高院开庭 法庭辩论的争议点之一是 输出负产酸的企业 是否因为偷牌承担责任 受罚企业纷纷表示 偷牌与自己无关 我们实际上是公员不美 对他们进行侦查以后 到我们企业来以后 我们就知道 才知道他们把这个算倒到家里 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对我们来讲非常的痛心 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公司的话 感觉到非常震惊和痛心 我们通过合法的手续 销售给了 由严算经营制造的风销单位 但是呢有一部分 可能是我们企业的产品 我们在这个消息布置当中 警惯和监控可能 不是特别强有链 但是偷牌者认为企业是知情的 一个哥把两个厂家 他应该也清楚 比如说 他们应该清楚的 应该清楚的 对 你凭什么时候他们知道 当时各方各有不同的利益考量 而司法的杠杆 如何引导企业承担恰当的责任 并预防无需流动的情况发生 这是许前飞要面对的课题 也是中国的高速发展 必须解决好的课题 近年仅在长江江苏段 南京著名的秦淮河 常年受到化工企业 微废物的倾倒 在镇江也发生过化工企业 往河里倾倒的事情 太兴下游紧挨着的静江 发生515全程停水 水污染事件中 有化工企业倾倒的影子 而在全国范围内 兰州 武汉 贫发污染物倾倒 引发全国关注 2012年11月 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的总目标 2014年12月30日 江苏高院 许前飞审判长 宣读了对此案的终审判决 判决裁定1.6亿元的赔偿款不变 由6家企业共同承担 但和一审判决不同的是 赔偿款的6成需要交罚款 剩下的4成 如果企业以支付用作技术改造 可以凭借环保部门 和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 向法院申请抵扣 您作为主审法官来讲 您个人心里 最希望通过这个判决 给社会传递的一个信息是什么 1.6个亿都 企业已经觉得压力很大 而且我告诉大家 这个1.6个亿还不是根据 这样一个虚拟成本计算法 算的最高的赔偿额 我还可以告诉来 就是说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 你自己要算好账 我们的环境司法 不再仅仅停留在 对环境权力的保护 和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制裁上 我们要把我们的重心 放在对环境的治理 和对进一步污染的预防上 对于大法官许前飞来说 这已是他2014年度审理的第九起案件 他认为法官审案 应像医院院长开刀一样频繁 在江苏省2014年三分之一的案件 使院庭长亲自在审理 去年一年听说您自己开庭就开了七八次 以前院庭长在法院里面 他是个行政官 就法院的行政化色才非常浓 诉讼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 就叫直接言辞原则 你没有这样一个直接 和当事人接触的这样一个庭审过程 你不可能客观生好这个案件 过去这两个是分离的 审理的案子的何一庭 他不决定案子 决定案子的院庭长 他不审理案子 所以说审理者裁判 裁判者负责 是这次司法改革当中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实际上是这么做 实际上是回归司法 就回归他的本源 这是符合整个司法规律的 任何一个院长 任何一个庭长 他首先是一个法官 无非他是这个庭和这个院的首席法官 他不应该享有比其他法官更多的权利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法治2015 我期待 然后我们也分享一下 今年您的法治心愿 法治2015 我期待 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 我们的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我们的环境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十年当中 留在我们小萨探会记忆中的 还有很多孩子们的面孔 尤其是那些身处困境中的孩子 让我们非常的牵挂 我现在手里的这张心愿卡是2012年的时候 我去云南怒江马跨迪小学 当地一个立宿族的小姑娘李一方 写给我们的 上面写着 我想要一所美丽的学校和一张属于自己的床 这里是云南怒江 立宿族自治州 卢水县境内 这里群山环绕 交通不便 我们现在是在学校的操场上 那么刚才我也大概看了一下 学校的整个这个教学环境 这边是教室 对对 是吧 教室就这几边吗 嗯 后面还有一间 后面还有一间 你看这个这个墙 这就很危险 那个 修不过好几次了 现在已经到了 无法新骨的地步 魏校长说 最不安全的是八间学生的宿舍 八间宿舍都是十棉瓦屋顶 四处漏风 床挨着石头器的墙 石头很凉 墙透风就用塑料瓶堵着 很多窗户是木板挡着的 没有玻璃 这个房顶连雨都打 对 前几年 封老师 太大的时候 曾经把碗片吹过一次 吹走了 房顶吹走了 吹走了 校长说 好在那次孩子们是在上课 才没有发生意外 白天还好些 学生们都在教室 宿舍空着 一到晚上宿舍里都是人 记者决定跟着老师一起去看看学生们的住宿情况 山区温差很大 晚上气温骤降到了七八度 这个屋里有多少人啊 21 21个 我怎么看到 好多都是 你是 你是姐姐带着弟弟是吗 是 姐姐跟弟弟睡在一个床上 这是一对小姐弟 记者了解到 姐姐李易芳十三岁 读五年级 弟弟李小华七岁 当读一年级 弟弟太小 就只能和姐姐住 有姐姐照顾 晚上要上厕所怎么办 啊 小家伙 你是自己去啊 还是让姐姐带你去啊 我自己去 你自己去啊 你这么勇敢呢 我都不敢自己去 外面那么黑 那么冷 是他自己去吗 没事 你带他去啊 是 你看 还需要姐姐带吧 被子够不够厚啊 厚不厚啊 冷怎么办 早上我们又遇到的李易芳姐弟 姐姐正在催促着弟弟洗漱 学校没有能力为孩子们提供早饭 洗漱完毕 姐姐领着弟弟去校门口买早点 花五毛钱买了个馒头 就算是早饭了 开饭了 很多饿了一早上的孩子 要到十二点才可以吃上 一天里的第一顿饭 学校条件简陋 孩子们没有饭桌 在操场上围在一起 吃得很是开心 学校里没有体育老师 课前休息时 记者和孩子们一起打篮球 我还记得三年前 我去马跨迪小学的时候 给孩子们带去了一颗篮球 还陪着他们一块打了一场篮球赛 但是今年呢 因为台里的工作原因 我没能去马跨迪小学 再去见见这些孩子们 我的同事们去了 我托他们带去了一颗足球和一些文具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喜欢这份礼物 2012年 我们的节目播出后不久 娃哈哈集团出资五十万元 云南省地方配套二十五万元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实施 为马跨迪小学建起了新的教学楼和宿舍 如今的学校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现在李一芳已经深入了初中 听说小萨探会的记者来了 他专门请了半天假 回到了曾经就读的小学 李一芳说 新的校舍是他上六年级的时候盖起来的 他还在新的宿舍里住了半年 三年前李一芳的愿望 是想要一所美丽的学校 和一张属于自己的床 他说现在这些愿望都实现了 下课后李一芳的弟弟也来了 当年的小不点现在已经上四年级了 现在听不听姐姐话呀 听 你还记得你原来上厕所 你姐姐带你去吗 是不是 中午十二点 午饭时间到了 和教学楼宿舍楼一起盖起来的 还有食堂 今天的菜是猪肉炒菜花 土豆炖鸡块 米饭 还有汤 好吃吗 这小丸 好吃 你喜欢这个新的食堂吗 喜欢 吃过午饭 同学们回到宿舍午睡 记得又见到了李一芳的弟弟 李小华 叔叔 说你 冷不冷了睡觉现在 冷 冷 舒服吗这个宿舍 是 原来那宿舍你睡过吗 睡过 那个冬天是不是很冷啊 冷 那个冷 这个宿舍好不好 好 非常 让法律走心不枯燥 是这些年来 今日说法和小萨探会 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 而今年两会上 一部重要的法律 立法法的修正案草案审议 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立法法说起来很拗口 但是 它是解决怎么立法的法律 而这部法律的修正和完善 其目的也是为了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提高立法的质量 立法法是规范国家立法活动的重要法律 是管法的法 这次立法法修改主要涉及到 完善立法体制 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 赋予社区的事宜地方立法权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对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权限进行规范 进一步发挥人大 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完善制定行政法规的程序 加强备案审查 以及对司法解释的规范和监督 用对一部法律的关注来作为小萨探会十年的结束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巧合的预言 十年前 作为一个法治节目主持人 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了小萨探会的旅程 在这十年当中 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依法治国的每一步进程 立法 司法 执法 还有法律条文背后 人们的生存状态 他们的希望和梦想 他们的昨天和今天 所有的这一切连接起了小萨探会十年的报道 也连接起了我和我的同事们 对这十年探会的回忆 今天 我自己也写下了一张心愿卡 法治2015 我期待 我们的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而每一个你 在法治的阳光下 也会越来越好 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这十年的时光里 对小萨探会的陪伴和支持 也感谢您 收看我们今年的节目 明年小萨探会 再见 明年小萨探会 open education 明年小萨探B 地团阳探可以enanboxing 正式的人群中 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 又想起你 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 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 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 让我心动 这样一个摇火的大草原厂 这里给他们树的那个警方 跟着孩子们爬上来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既币 Zither Harp